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你又没有吃夜宵了 忍不住 明天要是让佳玲发现我可就不好交代了 师兄 只好委屈你一下 这是什么地方 洞山堡 难道说这是传说中的洞山堡山 大猫子 我来咯 很热乎乎的 怎么还没有吃到鲜 小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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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床了 小和尚 起床了 佳玲 怎么是你 小和尚 起床了 小和尚 快起床 小和尚 还不起床 起床 佳玲 小和尚 你干什么 你要把我的鼻子都揪下来 你还说呢 小和尚 我问你 你是不是偷吃包子了 包子 我饿明天的干粮 是啊 你吃了吧 我没吃 我刚才做梦好像好像是在吃包子 难道 这个 证据确凿了吧 你还有啥可以delay的 你说你白天已经吃了不少了 半夜还要起来偷吃 每天不是吃就是睡 看你都胖成什么样子了 我真的很胖吗 难道我应该减肥了 你终于开枪了 下定决心吧 大胖子 好 我决定了 减肥 选哪种减肥方法比较好 带带 你有啥建议 你胃口大又不大肯运动 这一般的减肥方法不大适合你 依我看 减肥最佳选择了 各位进去尝试尝试 减肥最佳选择 各位 本澡堂子最新推出减肥妙招 绝对是各位肥胖人士的福音 请看 西洋桑拿鱼 一次可以减好几斤 真的那么神奇有效 我想来试试 欢迎欢迎 小师傅各位 里边请吧 好热 越热越有效 大家加油 不是说这里很热的吗 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 好热的吗 小房子 做客气点 烫死了 好热的 好热的 什么剑鬼的肖囊 肥美剪成 差点烫死我 那是你们操作不得法 我是先扔包子再下饺子 你看看我 都快熟了 行了 别抱人了 去看看还有啥减肥造法 好吧 走 真久减肥 这个倒比较安全 不会烫的 进去看看 这位小师傅年纪不大 肉倒是蛮多的 看看你这肚子 幸亏你遇到我 包你真到肉厨 来来来 躺到床上去 忍着点儿疼 我先给你分水穴扎一阵 接下来分别是契海官员外灵散穴 肚子上的十八大穴位全给你来一针 现在还差一针天书血 看针 不能动了 不好 没扎准 扎住了你的马血了 这下火怎么办 这比洗桑拿更糟糕 你看他 怎么回事 针脚 扎住拔拳 半边脸和身体都不能动它了 你没睡蒸什么酒 我来帮你解决吧 幸好你师傅是少林寺出家 少林大力金刚指开 谢谢师傅 这次真是上进洞谷了 小孩上 别灰心 减肥的计划不能半冲而飞 还减呢 再减我就圆寂了 还有别的更安全的方法 你还没有尝试过呢 是啊 勇志者试进城 小和尚 问问大大还有啥好方法 好吧 我在想 有什么更安全更偷懒 但更有效的方法呢 这个 让我来搜索搜索 最好还是一劳永逸的 还不影响我的食量 要求还不少 来了 接住 减肥精 这个看上去不错 走 去尝试一下 减肥药 效果显著 大家快来瞧瞧 这不是小师傅吗 老板娘 您好 你是来买我们的减肥药的吧 小师傅 好久不见 顾老板 你啥是开这药店了 你也知道什么赚钱我做什么 最近减肥产品生意好啊 我想买点你的药试试 我也在减肥呢 小师傅开口拿去吃吧 我送给你 那怎么好意思呢 客气啥 顺便帮我宣传宣传疗效 让大家都买 包在我身上 味道怎么样 好难吃 一股子快味 你没事吧 小伙少 你听话已经是第七次了 这 这药太给力了 又来了 我说小和尚 你快点 你霸占了这一早上了 我也忍不住了 师傅 你再忍忍 我马上就好 等造新庙的时候 一定得多造几间厕所 你好了没有 你好了没有 悲剧啊 什么药 我吃了之后 厕所都去了一百回了 现在浑身没劲 袋袋 你快尝尝这药的成分吧 好的 师兄 这三个药 你去问问师傅吧 这就是减肥药 我来看看 这是蟹叶 八豆 还有山大黄 这些都是蟹药 难怪你拉了一宿 这些东西怎么能吃呢 你又上当了 师傅 您见多识广 能教教我怎么减肥吗 傻徒弟 佛曰 相由心生 人的外表可以改变 气质却改变不了 而人的内在才真正决定了一个人的美丽与否 他们责怪你并不是因为你胖 而是想指出你贪吃好图懒的坏习惯 师傅 弟子明白了 明白了吧 减什么肥吗 你胖胖的多可爱 我们的弥罗佛贝是胖胖的吗 不能只在乎外表的改善 而忽视了内在的修为